那讲到这个黑道银行家在我们现场 我们赶快来把握时间 再请我们的这个Karen来帮我们解答一题好不好 有个听众朋友们在讲说 她收到一个1000块钱的支票 对方给她钱的时候呢 把她放信封寄给她了 那一开断信封她有点兴奋有点开心 她不是用剪刀剪 也不是用财信刀剪 就一击啪 就撕这个信封的时候 把里面的支票也撕了 那里面的支票撕的时候 留了一小节还是黏在一起的 那她就想说 这个不是我可不可以用这个胶带 透明胶带把它黏好 黏好以后呢 我用手机拍照 反正手机拍照也看不太出来 有损毁吗 那我这样子就可以去存 但是呢 她听到她的美国一些朋友告诉她说 你如果呢支票上面贴贴纸 那外面再用这种方式再重新包装的话 务必要跟银行解说 要不然到时候银行一发现的话 有可能自己本身又会造成困扰 这张支票有可能这个票据上 因为损害而失去它的效力 真的是这回事吗 可不可以请Karen也帮我们解说一下 其实呢 最保险的做法就是重新拿一张新的支票 这是最最最最保险 但是如果这是必须要存 如果只是破了一点点 那么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 当然如果说建议你是因为用了胶带贴了 最好是拿到银行柜台的找柜员存 因为这样如果有问题 那个银行的资源 它就不会让你存 它就会马上跟你讲 那但是现在手机都有 所以透平胶有时候如果你贴贴的很像 很像看不出来的话 通过手机照相如果可以过 它就会过 OKOK 那如果贴起来就像伪造文书的话 那个就很麻烦了 所以你用手机拍的时候 其实你自己应该可以判别出来 到底贴的这个多完整 所以我们在这个存对方的这个支票的时候 上面因为有支票号码嘛 所以这个银行会先让他把这个钱先放在自己的账户 然后去跟对方拿 如果发现对方这个没有这样的钱 或者是呢 这支票是造假的 他就是再把你的这个钱再拉回去嘛 是不是 对对 好的好的 所以我们这位听众 如果是遇到这个情况 按照我们黑道银行家的讲法 你的支票损毁了 不管是这个不小心整个拉破了 或者是你是用胶带贴过的 直接到柜台去 这样子会对你的这个马上兑现 没有问题的这个状况 会马上被检查清楚 谢谢我们的黑道银行家